我想问一下2013年属蛇的20多少啊13年 小孩子是吧男的是吧女的她是女孩子啊是 哎呀也是脑子问题哎 哎呦 我告诉你啊这孩子现在还不大会讲话 是不会讲话 很麻烦身上有个怪物两根眉毛这么竖着的有一像蝙蝠一样的东西 她爸爸是不是有有杀生啊杀业 有在超市里面做肉布的 看见了吗 但是她现在没有做了 现在不做了 过去是吧 对 这孩子一共要给她念720张慢慢念 好 好吧 这孩子有点多动症呢 她手一直在弄都脱皮了 她就是这样全部都是动物 全部都是动物在她身上 而且你生她的时候啊吃了很多活的海鲜 几乎每天吃一条鱼 没有 那你吃的是什么 有吃荤的 有没有假鱼啊 没有 吃过没有啊 没有 我看见有个假鱼在她身上 所以她经常会爬 爬在地板上爬 你给她一共要念 往生周要念 三千遍 好 好吗 好 你们家最好要吃全素了 好 好吧 嗯 那放生多少 放生要三千四百条 好 明白了吗 明白 其实你们家里也是蛮辛苦的 台长跟你说实话 你要慢慢的好好的修 你不修的话 你们家一点福报都没了 嗯 明白吗 嗯 条件也不是挺好的 嗯 你自己更要好好努力 好 你要好好给孩子念信经的 嗯 好吧 好 你要把你先生的脾气念好 嗯 好吧 你先生的脾气很爆 对 嗯 然后请台长帮我们看一下家里 选的那个地方行不行做那个佛台 佛台 对 嗯 你家里主人是谁啊 呃我是租房子 租的房子啊 对 呃谁的名义租的 呃 你的名字 不是 你就告诉我谁租的是数什么几几年我就知道了 我就可以看进去了 嗯 房东吗 嗯 你啊 呃 呃台长是是说房东吗 不是 你们两个啊 我租的 谁的名字租的 哦 呃 是我先生 你先生数什么几几年就可以了 呃 1972年 是说老鼠的 你可以把那个佛台如果房东同意的话放在走道这个地方 走道啊 嗯 就是你的走道很宽 一进门 一进门 对 但是他那边放了一个鞋去啊 再往里边 再往里面 客厅呢 客厅呢 客厅的客厅的右手边呢 没有客厅只有厨房 就是那个厨房的边上一块亮的地方呢 你这里去看哪右手边 右手边 啊 没有 过了过了厨房弯过来这个地方右手边 没有 没看见啊 没看见 啊 回去想想吧 看一看就知道了 嗯 好吧 好吧 感恩台长 嗯 不要浪费时间了 好了 给他好